蛤? 我錯了 太扯 也太高 我看一下 哇 太屌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宇 前陣子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測驗 叫做海王海后基本辨識能力 那這個測驗是在測什麼 大家對於海王海后本身的一些就是 你了不了解啊 然後你本身是不是海王海后啊 之類的這樣 他的這個測試很好笑 他寫說 此次測驗為第一集海王海后便是能力試卷 目的在於得知測驗者是否就基本面了解海王海后之手段 就是你會不會懂他是海王海后 或是你本身是不是海王海后 以在情場受到之傷害能降到最低 此能力的測試為最初第一集 以基本面判斷 總測試分為三集 三集接達到八十分才有資格 或許海巡署執法人員執照 他這個前言非常好笑 然後他說第二次測試於1月15號進行 其實現在已經超過1月15號了 但是我拍的時候已經超過了 但是我目前沒有看到第二次測驗的東西這樣 因為我是偶然在FV上面滑到我就先把它存下來了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試試看說 誒! 今天就來測試我到底是不是海王海后 我就會以我自己的認知去判斷這件事情這樣 耶! 我會把連結貼在下方的置頂留言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就是一起來玩一起來填這樣 OK!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種抽菸類型的影片的話 訂閱幫我點起來小鈴鐺開起來 然後大家就會說哎呀我早就做了 現在各位觀眾 當你覺得你已經這樣做過 我們先往下滑看一下 誒!是不是是紅色的沒有訂閱過 那就訂閱訂起來這樣 OK!那我們就開始唄 好!那一開始就是是非的 海王海后在社交軟體上都已經非常活躍 這一定是吧! 因為要樂於分享會讓 會吸引到其他的異性這樣 像我就...喔!我沒有!我沒有! 海王海后容易在一段乾性剛開始時 就說出甜言蜜語 是!因為你知道 跟著聊天 然後想要朝那個方向進行的話 你就要多講一些很討人喜歡的話這樣 我剛剛講話聽起來超殺的 海王海后時常許下泡泡般的諾言 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為什麼笑我這麼開心 因為 不只海王海后常常會許下泡沫般的諾言 很多情侶軒也會許下泡沫般的諾言 像我 有時候會 就是你知道我跟玉嫂說好了 但有時候會忘記 諾言就變泡沫 但是我有改進這樣 海王海后常常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是特別的 這是一定的 你知道抓住別人的心 別人才會咬進去你知道 海王海后在知道對方喜歡她後 會正式並且說清楚 不會!不會!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她是海王海后 我才會你知道 懶瓜全場 這片江山 全部都是我的魚池 的概念你知道 海王海後剛開始時 通常會細心的維護你與她的關係 應該是會吧 這我有什麼才確定 海王海後會事實底 可以對對方的附屬感到一副幸福不好意思的樣子 是 欲情故重 浪漫雨哥帶你浪漫囚禁 海王海後並不忌諱 對方離氣兩個關係 超忌諱 我跟妳講 不要理清 越曖昧越好 海王海後並不忌諱 對方觀看她的手機 超忌諱 我跟你講 手機前十個人都是魚 你知道嗎 海王海後被發售其他魚 的時候可能會盡力的安撫對方 會應該是會 她要安撫好 才不會被拚 所以應該是會 應該會 好第二大題 第二大題為 辨識海王海後之手段招數 並選擇該手段招數背後的意義 海王海後最有可能擁有 相連哪種外在特質 多彩多姿的生活及朋友圈 這種人超容易是海王海後 我好像在說自己 一天到晚發自己去哪裡去哪裡 然後朋友圈也不錯 蛤 我 我應該不是海王海後吧 我現在很專一對於少 但我以前應該也不是 各位觀眾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 就是你們對於我的印象 你們會覺得我是海王嗎 應該應該還好吧 應該沒有吧 海王海後 最有可能擁有相連兩個人格特質 跟每個人都好像有話可以聊 這個應該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那個劍就這樣 怎麼感覺好像在講我 反社會人格 死而顯得哭屁 凱洛 冷漠高冷 說話內容有點空洞 不擅長與人交談面露害羞的樣子 沒有 第一個才對 海王海後心情不好時 在一隻怪方的一則現實動態 其實那種最有可能是合者 完全漆黑的畫面帶有細小的文字 轉發60上面的搞燒影片 發起投票 請問追隨者以誰有空吃飯 分享Spotify上面的歌曲 其實我覺得Spotify跟吃飯都有可能 那漆黑畫面的話是 會帶給大家一個想法是 有點太陰暗了 那這時候會帶給他的娛樂 你知道一種負面的印象不好 轉發60上面的搞燒影片太一般人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是吃個飯或Spotify的歌曲 歌曲的話會有一種意境感 別人就會問他說你怎麼了這樣 可是我覺得吃個飯好像更好 因為吃飯的話就等於是 他可以邀請所有就是他的那個其他人們 因為他本身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會有更多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我選Spotify好了 我覺得Spotify的歌曲會有這種 啊他今天怎麼分享這個難過的歌 他怎麼了 撕 然後就可以再佈更多網 你知道嗎 還好讓對方暈船的常見手段為下列合者 我有兩個想法 時常對對方使用撩人的語錄 跟每天問候及事實題分享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欸是嗎 啊撩人 一定是撩人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他讓別人暈船一定是會打一些 愛你 他可能會說什麼 欸今天外面天天冷啊 注意保暖 反正就是各種關心跟撩人的話 然後對方就 啊啊啊他喜歡我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海浩海浩與對方出名約會時 常使用下列合者手段時 對方留下美好的印象 認真聽對方說話 偶爾會有不經意的肢體碰觸 你認真聽對方說話 對方會覺得 你要正視他 這時候我就覺得 喔我被重視了 再來 偶爾被碰觸他會覺得 喔 有點害羞 然後對方就會 開始暈 海浩海浩在聊天室 可能會用下列合者手段 讓對方提高 在船上持續航行的意願 幹海賊王 微小的曖昧話題 關心及主動的報備 為什麼 微小的曖昧話題 會讓人覺得 Doki Doki 喔喔喔 好喜歡 然後偶爾關心會覺得 啊 備受重視 然後主動報備會覺得說 哇他都跟我講說他在哪裡 我還有安全感 喜歡 喜歡 我覺得一定是 海浩海浩最害怕的下列合者是方生 對方的要約吃飯 對方不喜歡他 對方情侶肉 對方也是海浩 應該是對方不喜歡他吧 因為我的目標就是要讓 不是我的目標 我是指海浩海浩的目標就是要讓其他人喜歡他 這樣 所以應該是對方不喜歡他吧 海浩海浩可能具備下列合者特質 才會聚集如此龐盪的魚群 喔唷 有才華 及幽默風趣應該比較有可能 外表特別突出 清過清晨其實也滿有可能的 事業我覺得應該是比較還好 其實我在想喜好跟大家做朋友 熟與不熟的人都可以融入尺 好難喔 才華吧 因為很常會聽到有人說我喜歡幽默風趣的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才華 才華好了 海浩海浩對於對方來說可能是下列何種角色 知己吧 共感能力很強 為對方每天都能表達出理解的樣子 應該是知己吧 就是因為知己我才能更深入你這樣 欸 欸 我再次強調一下 今天這份測驗呢 是我想像出的海王海浩是怎麼樣的狀況 不是我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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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要講三次 海王海浩最遠不可能會做出下列何種事情 這個啦一定是這個 跟對方分享自己今天又跟哪個異性有何種進展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會讓人吃醋會覺得說 喔我今天跟誰出去 阿沒有他只是妹妹 欲情故障 對不對 喔竟然還有第三大題 故事辯論題 實際情境之判斷選擇 Renee跟Luke在某個KTV局中認識 兩個在KTV受到有人介紹相當盛歡 交換人的過程中 兩個都有共同的興趣跳舞 Renee得知後 甚至開始考獎Luke說 會跳舞的男生很有魅力 並主動要求Luke交換Instagram 哇我老了 我現在都交換Line 我發現很多人會交換Instagram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Instagram 不會是聊天的一個社交軟體 你們知道嗎 在此之後 兩個人也在社交軟體上聊得很來 以下是其中一段聊天內容 請根據下列聊天結束 做出選擇 左邊是Renee 右邊是Luke 早安啊我到學校了 還沒起床嗎 喔沒有啊 早就起床了今天早吧 那為什麼不跟我說早安 像規定你每天都要早上跟我說早安 嘻嘻笑死 好啦知道了 唉唷 左邊Renee應該是海后 我猜 他刻意跟Luke講話 然後還定下了一個規矩 會讓他們每天都會有這個規矩的限制這樣 然後Luke就會覺得說 哇有點開始心動的感覺 Renee還按了什麼 一個愛心 這個愛心 害死了多少人 讓多少人誤會 下列合著 最有可能是Renee主動向Luke提出 It's a great意思 純粹覺得多一個朋友很有意思 Renee喜歡跳舞文化金車椅 許得Luke外貌很吸引人 我覺得這有可能啊 但是我覺得對Luke有興趣 並且覺得他跟他曖昧很有意思 我覺得是 我以前也體驗過就是這段時間 所以我懂這個概念這樣 我現在不是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是跟他曖昧會很有意思啊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就是 跟很多人曖昧 就是享受那個過程 可是也不幹嘛 途中 為何 喔有講到了講到了 為何Renee要求Luke每天都跟他到早安 我跟你講 這是想藉由約定 讓Luke每天都跟他聊天 沒有錯 Renee很喜歡別人跟他到早安 覺得不可能 單純很喜歡Luke 假如說 不是海王海后的話 其實單純很喜歡Luke 要求這樣的話 也有可能 如果持續於這樣聊天 模式進行下去 兩個人很有可能 已被下列合這種情況 Luke有可能喜歡上Renee 甚至暈船 導致患得患失 應該是Luke吧 可是我也覺得 有可能是最後無疾而終 目前可能 最佔據優先主動權的角色 是這一關號烈人 一定是Renee 喔 Renee和Luke發展成曖昧關係了 但Luke對於Renee的行動開始非常在意 Luke暈船了 五一之中 從別人的現實動態看到Renee 與其他男生用餐的動態 但Renee先前表示 那是他與家人在用餐 便有了以下對話 這誰啊 你不是說要跟家人吃飯嗎 對啊 我們是去吃飯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就過去找他拍照了 就這樣而已啦 為啥做對做 因為他朋友剛好去廁所 我坐一下就過去了 真的很什麼什麼 好吧 CC 這間很不錯耶 改天我們一起來吃 哇靠 我覺得Renee好 好 好母湯喔 他這樣不行耶 其實我自己個人對於會用CC的人 覺得有點怪怪的 偶不好都說什麼 我怕我空氣到太多人 被圖擺的位置出 Renee可以說出哪種對話組合 我看一下喔 巧遇朋友 就普通朋友而已啊 真的很普通啦 然後看到前男友 不會 我覺得不會講是前男友 單純拍照真的很單純 一定不會講前男友 因為講前男友會造成一種 對方可能會說 啊好啊 你跟前男友 你讓我開始有那種不安全感了 Renee實際上可能對於Luke說了多少實話 家人吃飯是真的 他的解釋也是真的 家人吃飯是真的 解釋是假的 都是假的 有可能都是假的 Renee最後要為Luke吃飯 真正意義何在 這個很明顯的第二個 Luke在氣頭上 有一點給他躺吃 讓他繼續喜歡自己 沒錯 來我們提招看一下 查看分數 蛤 我錯了 欸 幹我總分94分 太扯 也太高 我看一下 那 海王海後的社交輪體上都已經非常活躍 否 這樣是否 不一定非常活躍 社交輪體或許多樣表現光線量力 但非絕對 許多海王海後非活躍於網路 隱藏自己生活圈 這樣的隱性危機才要更注意 哇太屌了 我以為是欸 我以為是 那我第二個錯是什麼 心情不好 我以為音樂更有那種意境欸 吃飯在海王海後屬於沙網 哇 這樣沙網可以讓海王海後有選擇權 讓舊的對象有機會吃飯 也有可能產生與新的對象吃飯的機會 是擴大語區的一個招數 太屌了 我想說 心情不好應該會想吃飯吧 海外海後讓對方暈船 常見的手段是下了者 什麼 喔是每天問的後期 40題分享他的生活 啊 我大意了 會讓對方有安心感以及被認同感 持續一段時間後 讓對方漸漸有依賴的感覺 是海王海後最常用的章數之一 我錯了三個 哇 可是也是很高分了啦 再次強調 不是我 我只是在模擬海王海後會是怎麼樣的概念這樣 那我覺得做這份表彈的作者 很有趣很有趣 欸我看到了第二類試點前往 剛好好笑 之後再玩之後再玩 這樣好了這樣好 這部影片突破1000喜歡的話 我再去玩第二個 就是L2的測試題 我會把連結放到下方 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玩 我真的覺得這個作者很用心 而且我覺得他講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甜 然後多擴散給朋友們這樣 好了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記得點喜歡 記得去追蹤我V 按照我們的追蹤祝怪 每週六日下午以後更新遊戲影片 在海月陪來玩 那如果各位想看 喜歡VTuber的話 也歡迎可以看我女孩我也貝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